花70萬買18歲的越南小女生當新娘 只為了能夠傳宗接代 只有我不懂為什麼這種生意該被合理化 關於網友說我人口販賣 或者是什麼買子宮等等 在年齡差方面基本上我是完全沒有回 因為我確實就是老牛吃嫩草 感情是可以後面再培養 大家都聽過相愛容易相處男 就算你先相愛了 但是如果你們兩個人對未來的規劃不一致 以後也是遲導會分開 他跟我目標一致 他也想要有家庭生活 我最想要的事情他能夠滿足我 其他大部分的事情 我覺得我都是可以包容他 所以我不認為我們以後會有什麼問題 其實就是一個很簡單的聯誼的活動 其實現在很多越南的女生 就是個性很好 好相處 然後又肯跟男生一起努力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他們 多半偏傳統 所以都會喜歡有小孩 所以我覺得跟我想要找的另外一半就是 很符合 像如果我現在要找對象 那是希望以就是有小孩為目的的話 是不是 我可能沒有辦法找年齡太高的女性 比較年輕一點 比如說二十幾歲或者是三十出頭的女生 其實 他會覺得自己還很年輕 所以他 並不想要那麼快有小孩綁住自己的生活 我已經四十歲了 所以我們的步調沒有辦法一致 以前是撐過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磨合 後來到很穩定 現在要重新來再叫我要再跟另外一個人再磨合那麼久 我會不想 我會認為說直接找一個就是 比較相符合的就好 我們來看一下網友比較激進的回應 花七十萬買十八歲的越南小女生當新娘 只為了能夠傳宗接代 只有我不懂為什麼這種生意該不會合理化嗎 我想要小孩跟傳宗接代沒有關係 其實就是享受那種家庭生活 女生如果要跟你談戀愛 要跟你成家有小孩的話 他的標準會不同 其實我滿認同的 對啊 因為你談戀愛的時候有很多東西你不用考慮到 但是有小孩之後他會考慮的點非常多 所以在經濟方面他的要求會變很高 那我是達不到這個要求 你全會覺得說像這種仲介就是不好的 然後就是 沒有感情的 感情是可以 後面再培養 大家都聽過相愛容易相處難 對不對 就算你先相愛了 但是如果你們兩個人對未來的規劃不一致 以後也是遲早會分開 他跟我目標一致 他也想要有家庭生活 就是我最想要的事情他能夠滿足我 所以其他大部分的事情 我覺得我都是可以包容他 或者是我都可以配合他 所以我不認為我們以後會有什麼問題 約會的方式一開始 是吃個飯啊還是什麼之類的 對我們有吃個飯 然後就是有互動 但是因為畢竟 不熟悉嘛 過程中可能都需要有一個翻譯 就是陪同 因為他必須要幫我們翻譯 可是我發現 跨國婚姻其實蠻麻煩的 他是不是還要驗證很多東西 對 為什麼我會想要透過仲介是因為 我在台灣 跟女生要從認識 到相處到交往 時間就可能會拉很長 你跨國婚姻你要自由戀愛就更困難 跟好像是那邊的外交部面談說 你跟他是 連約會都有證明 對 那我 透過相親這個 方式去認識 只是因為我們先把雙方想要的 最終的條件跟目標都列出來 有一致而止就可以直接在一起 那當然這樣子是好是壞 我也不知道 只是我自己是認為 就是 可能會 對我來說啦 以目前來說是比較理想的方式 關於網友說我 人口犯貿 或者是 什麼買子宮等等 但是 在年齡差方面的 基本上我是完全沒有回 因為我確實就是老牛吃嫩草 你覺得台灣男生 他在沒有什麼選擇情況下 如果他經濟條件允許 你會覺得 這是一個 也是一個不錯的做法 其實現在台灣大部分 的人都是 兩點一線 就是上班下班 基本上不會有什麼 機會去認識異性 這不見得是一個 好的做法 就他可能可以很快讓你跟 一個女生成家 但是 後面要怎麼維持 那才是重點 很多網友在下面留言也會唱衰啊 這是事實 他們會留說 你以後比如說 他現在會跟你好啦 那你之後怎麼樣怎麼樣 你怎麼看待這件事 雖然說我們 就是 很短的時間就在一起 但是因為我 還算是會跟 另外一半互動 所以我會懂得就是要照顧他 就是對他溫柔體貼等等 但是有很多男生因為 比較沒有什麼在跟女生相處 就算你真的把他娶回家之後 你不懂得怎麼跟他相處 你們要怎麼培養感情 所以我覺得 要做這件事之前 你可能必須還是要先讓自己 學會如何跟女生相處 就會跟她說